謝謝主席,我是不是請一下代主委 請代主委 委員好 代主委好,主委 我記得剛剛這個許天才委員跟你請教的時候 這有關於奧運的這個比賽奪牌的紀錄 我記得你剛剛講到最差的是1960年 1968年,1960年 不是,一共參加過12次,我只是把12次的這個成績呢 他問你的應該是說,從體委會成立到現在 最差的是什麼時候,體委會是什麼時候成立你知道嗎? 86年7月 好,體委會成立之後最差的 你竟然比到1968年去,1960年去 體委會成立之後,成績最差的就是這一季 因為剛才委員問的就是說,我們歷屆以來參加的 不要再拗了,代主委 我發現你硬拗很行啊 你上任到現在這四年多以來 你可以說是馬政府齁 所有的官員裡面在位最長的 長壽的官員之一啊 但是你所招致的批評啊 其實喔,不下於遠在體制外的金普聰啊 我聽說,你在體育界裡頭你到處跟人家炫耀 你說你是一個隨時可以跟馬英九通得上電話的人 我半夜打電話給馬英九 馬英九也會接你的電話 我從來沒有對外說過 我從來沒有對外說過 你不要忘記我體育界的朋友非常多啊 如果這個人有聽過請他出來跟我對職 半夜可以打電話給馬英九 我從來沒有過 從來沒有過 那你有沒有半夜打電話給金普聰 從來沒有過 你跟金普聰的交情到哪裡 從跟他的交情就只有在運動場上見面之緣 在哪個運動場上 比賽場所 鐵人三項嘛 對,他有去比賽的時候 鐵人三項嘛對不對 是 你先生好像也是鐵人三項協會的理事長嘛 是不是 早就已經辭職了 早就辭職啊 但是至少他是嘛 他不是理事長 他現在也一直在關心鐵人三項嘛 所以你跟金普聰的關係密切 關係匪淺 難怪你可以當一個這麼不稱職的體委會主委 委員你這樣講我非常的不認同 你不需要認同 我告訴你 你隨便問一下國民黨的委員 今天早上是不是有委員說要強逼你下台 今天有多少人在這裡質詢你 從我們每一次質詢到現在 你只會講你不認同 但是你做出成績給我們看啊 四年過去你做出什麼成績出來 委員這四年來做的這個成績 委員決定是有目共睹 光是一個試運會 可以到高雄是這麼成功 這個是有目共睹 有目共睹的爛啊 在你戴小姐 市運會很爛嗎 在你戴小姐辦得很爛嗎 在高雄是這樣子很爛嗎 我告訴你喔 高雄市運會辦得好不是你的功勞啊 不是嗎 你不要人家辦得好都是你的錯 都是你的好啊 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結果 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結果 也是你們的功勞啊 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結果 我告訴你啦 我現在跟你講實質的問題 你不需要你不需要在那裡強詞奪理 我現在跟你講實質的問題 你們這次去奧運總共花了多少錢 你們的所謂的代表團跟工作團 工作團花了多少錢 我們這一次的主團經費是三千多萬 工作團花了多少錢 工作團的那個那個經費也包含在整個 工作團花了多少錢 工作團裡面 我告訴你工作團花了八百二十五萬 總共二十九個人去 你連這個都搞不清楚 這二十九個人去做什麼 這二十九個人去那裡做了些什麼事情 委員我們工作團裡面也有教練 你只要告訴你 這二十九個人去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有馴服跟孕科的委員都在裡頭耶 這個工作團裡面不是馴服就是孕科的委員 要不然就是教練 我沒有說你們這二十九個都是去玩樂 我只問你這二十九個去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跟委員做報告啊 因為他有孕科委員也有馴服委員在這個工作團裡頭 因為我們的這個 報名的就是在我們我們的這個團本部裡面呢 他是有規定人數的 那其他的人都不能在這個公 就在這個代表團裡面 這些人都是去去做馴服嗎 孕科還有我們的孕科委員 勤收人員有沒有在這所謂的代表團裡面 比如說我們的馴服委員有的是兼勤收的 哪些人兼勤收 比如說我們的跆拳道邱公正委員他就會 會兼勤收 沒有在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沒有在裡面啊 還有比如說我們的張睿泰委員他是負責 他的名字沒有在裡面啊 你們那個自行車 自由車的選手的機械員有沒有在裡面 他是沒有在裡面的 因為教練他自己本身他就有機械師的一個資格 教練有去嗎 教練當然有去 我為什麼要問你這些問題齁 這一屆的奧運成績啊爛到可以 但是你講說這一屆的奧運是拿到經費最多的 選手都是鑽石級 我不知道你的鑽石級是只有包含 跆拳道還是所有都是鑽石級 當然是所有的選手 所有都是鑽石級 當然在國軍中心的選手都是這樣子啊 自行車的選手 連他的機械員都沒有辦法去 這個叫做鑽石級 當時我們在開會討論的時候 還有教練都已經去了 跆拳道選手的勤收人員也沒辦法去 這個也叫鑽石級 委員三位跆拳道選手 我們去了四位教練 沒辦法去 這個也叫鑽石級 委員跆拳道三位選手 我們去了四位教練 你的鑽石怎麼這麼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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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還能夠繼續在這個位置上 我只是事實陳述給委員 你花了這麼多的錢 拿了國家這麼多的經費 我不知道我們的選手 提供了什麼樣 被你提供了什麼樣好的服務 有些選手來告訴我 他說委員你知道嗎 我們的國訓中心啊 竟然在我們準備要去比賽之前 開始在整建 我們每天練習得很辛苦 中午要休息一下呢 可是我們的國訓中心在整建 叮叮咚咚叮咚的 我以為他們隨便胡說 結果你自己的報告裡面也寫得很清楚 你說你的國訓中心 一百年十月二十七號發包 一百年十一月十一號開工 要到一百零一年的十一月才竣工 另外你還有 所謂的第一期整建工程是一百零一年的 七月三號發包 八月八號開工 偉大的主委啊 你自己過去也當過選手 就算你沒有當過選手 你也知道選手在練習的這個過程 在練習的時候 尤其是準備要比賽了 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去把國訓中心動工開工 委員我們八月十六號才動土的 其實那個說法是非常不正確的一個說法 我們八月十六號才正式的 我記得要去把大衣服 我們八月十七號才能保持 我一頓的一頓 我們八月十六號才能保持 我一頓一頓 我們八月十六號才能保持 我也是一頓 想法 五月十六號才能保持 我們八月十六號才能保持 我們八月十六號才能保持 一個十六號才能保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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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